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25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Linux操作系统基础篇的第5部分 Linux应用程序的安装与卸载的基础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Linux应用程序安装和卸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和一些基础知识 为我们的安装卸载呢,做一个铺垫,那么具体的安装卸载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进阶部分的时候呢,会来详细的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什么是软件包 安装软件包,有点像安装程序,是打包的文件 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软件,安装软件包呢,常见的两种 一种是红帽子系统下的RPM,一种是模仿图下面的这个名字叫做DB格式 那么具体它的这个格式规范,不同的系统 它网上是有的,你可以去查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了这个具体的文件格式以后 那么不同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安装包 它在命名的时候,它就有它一套命名的规范 那么我们说它是有软件包名称,版本号,修订版等等这样的一些构成的 对吧,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在Linux系统下,安装卸软应用程序的不同的三种方式 以及这三种方式,它们用到的一些命令 对吧,用到的一些命令 包括这三种方式,它们的一些特点 有,有离线的软件包安装 有这个原文件的编写安装 还有就是说,这个直接的程序管理包的再现安装 对吧,那这三种方式的演示呢 我们都会放在进阶里面来给大家讲解 并且我们在进阶的时候还会给大家讲这个一些里面的一些机制 好,那么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好了,那么上一节课完成之后呢 那么对于我们Linux操作系统基础篇的第五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Linux系统 关于VI的使用的一个基础篇 那么VI这个东西呢 它是我们Linux操作系统上的一个文本编辑器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对于大家的一个学习目标是 首先要了解VI它的一个特点,不同的模式 第二呢,要掌握VI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命令操作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难的 把我课程中的演练一遍 你可以用VI敲一个加网或是一个程序 熟悉一下VI的使用 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先介绍一下VI 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它的一些特点 相关的用和特点 首先我们要说什么是VI 刚才说了 它是我们Linux系统下一个非常鼎鼎大名的 全屏方式的一个文本编辑器 非常有用 我们在Linux系统下做一些开发也好 做一些编程也好 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用到它 那么用它呢,我们可以 这个有什么方式呢 我可以用VI 后面跟上文件名 它就会打开这个什么VI编辑器 如果你给的这个文件名不存在 那么它会创建这个文件 编辑,你可以保存退出 如果这个文件名存在 你可以打开重新修改 重新修改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文件名 也可以进入 那么你不用文件名 那么你退出的时候就要保存 就要保存文件名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还是要通过命令方式 命令方式 我们图形界面 加载把它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终端 通过终端来进行一个操作 好了,我们进来 用WG登录 OK 现在你看我VI 假如我现在当前目录下 没有ABC吧 我VI,ABC OK 进来吧,你看进来以后 我随便按一些键 你看 我随便按一些键 包括我按上下左右这些 你看 它的这个操作都不是特别灵活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说 待会我们会说 为什么 因为VI编辑器 它跟我们一般的这种编辑器 不太一样 它不像我们在Windows下用的什么 可视化的编辑器 那么方便 也不是像祭司本那么方便 VI这个编辑器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模式和特点 那么VI的使用呢 必须要清楚地了解 VI的三种模式 VI它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命令模式 我们叫Command Mode 一种是插入模式 或者叫输入模式 我们叫做Edit Mode 还有那个末行模式 它有三种模式 那么这三种模式下 来使用这个VI 它们的命令 有各自不同的命令 那么如何在这三种模式下 来进行切换呢 为什么刚才我们使用VI输入的时候 不是那么顺畅呢 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它的输入模式 不是在它的插入模式 要能够顺利地输入文本 插入文本 必须是进入到插入模式才行 那么它的这三种模式 是可以通过相应的键来进行切换的 相应的字符键来进行切换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VI的这三种模式 首先我们刚刚进VI的时候 它并不是输入模式 而是命令模式 Command模式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里面输入东西 我们必须可以要通过一键来将命令模式 转换到输入模式 那么有哪些键可以转换呢 有I A O可以转换 I A O可以转换 然后转换I A O 它代表什么呢 I转换过去之后是代表在当前位置输入 我们的输入 而A代表的是在下一个位置输入 在当前光标的下一个位置 O代表的是在当前光标的下一行输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VI 重新进入VI VI 如果我不给 它会直接进到这个里面来 对吧 会直接掉一个VIM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不用它 你用VI也行 OK 对吧 好 比如说我们VI ABC OK 进来了 那如果我I 好了 我按了I 然后我输入 你看就在当前位置输入 好 按了I 就在当前位置输入 看到没有 对吧 如果我按A 你看啊 我按A 你看它就在下一个地方输入 对吧 如果我按O 你看光标 对吧 如果我按O 你看光标就跳到下一行了 看到了吗 我们再按一次O O 输入 O 你看 就跳到下一行 O 又跳到下一行 对吧 然后如果你是 O 下一行 然后你I 然后你 你再按I 你看就当前位置 你再按I 你按 你按这个I 按完I 你输 你看 对吧 当前位置 好 如果你按A 就下一个位置 看到了吧 下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是I AO 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我们再按O 你看 跳到下一行 然后如果你按I 它就在当前位置 你看当前光标位置输机 如果你按A 那就是下一个位置 比如你按A 它就在下一个位置开始输 看到了吗 好 OK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命令模式转到我们的插入模式 或者说是输入模式 然后通过I AO 那如果我要从输入模式退回到命令模式呢 很简单 我现在用AO 刚才我在用IAO的时候我也用到AO 对吧 每次我按完以后我输完以后我都要退出 退出 那这是输入模式 那命令模式还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模式进行切换 叫做最后行模式或者叫末行模式 末行模式 那么命令行要到末行模式呢 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冒号 一个是斜杠 一个是问号 而最后行模式要回到命令模式呢 是回车 直接回车就回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现在用VI AEC 好 我们来看一下I 当下位置输入 Escape键 回到命令模式 你回到命令模式 你再输入又没反应了 你看我输Y没反应 但是我用A 你看光标跳到下一个 我又输入 然后又按Escape 回到命令模式 然后又起作用了 对吧 然后按O 又跳到下一行 我又输入 又Escape 回到命令模式 而最后行模式呢 你可以用冒号 冒号 然后呢 我们可以跟上 比如说Q Q是代表退出 那这个代表强制退出 如果不是强制退出 它会说你没保存 对吧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皮儿 对吧 回车 你看又回到命令模式 它又回到命令模式 然后你也可以用问号 你看它都是在 它都是在末行显示 对吧 你回车 回车 它又回到命令模式 OK 这是最后行模式 或者叫做末行模式 那么在不同的这些模式下 命令模式 输入模式和最后行模式 尤其是命令模式和最后行模式 它们是有不同的命令的 不同的命令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用它所支持的命令 冒号是支持一些文件 保存退出的命令 皮儿进行一些搜索 问号是进行一些什么 进行一些其他操作 IAO是进行输入 不同位置的输入 对吧 当然命令模式下的命令 和输入最后行模式下的命令 是有出入的 有不一样的 对吧 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来讲 它在这不同的模式下 它的具体命令的使用 那现在这一讲呢 我们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那么这一讲呢 大家首先要理解 什么是VI VI怎么用 这个VI是怎么来编辑的 对吧 然后VI有哪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怎么切换 切换过后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对吧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